故事开始,实验法师刘海柱在枪林弹雨间变成为墨鱼怪人 烟雾中,他伸出机械触手,回到大片军队 不破掏出密钥,再次使用蛮力,将他打开 不破使用手枪不断射击怪人,当着刃解的面开始装逼 赶来的货人前来助阵,变成为假面骑士,从护栏一遇而下 使用利刃禁止披向怪人,但没想到转身就遭到队友的攻击 还好,林一凭借着自身的超强弹跳力躲破子弹 不过落地后又遭到怪人的偷袭 林一侧身闪避,伤害只能让不破硬接 处于新手保护器的不破,第三集就已经开始吃鳖 另一边,林一掏出玩具,释放大招,一刀劈向怪人 怪人随即用触手抵挡,却被利刃瞬间切开 眼看不敌,怪人放出烟雾逃离战场 而刚刚的战斗也被伊兹记录,在数据库内伊兹连接太空问心 进行模拟战斗解析,将密钥升级,进行态现场制造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吗?隔壁骑士都快馋哭了 画面一转,阳台上墨鱼怪人伸出无数触手 控制着路边的休马吉亚,大肆进攻人类 在讨论的群众中就有霍人 关键时刻,任姐赶来救场 当着霍人的面,用极为装逼的方式掏出密钥 任姐化身为小猎豹,与小怪们近身肉搏 别说,女骑士还挺带劲 这时,墨鱼怪人也来到现场 霍人面临一姿将老人带立战场后 随即套出密钥开始变身 凌一使用利刃砍向怪人 却被怪人使用墨鱼触手给缠绕住 眼看不敌,凌一掏出外挂与卫星连接 一条鲨鱼从天空坠落 鲨鱼形态的凌一将怪人按在水中 一脚将它踢开 随后蓄力释放技能 挥拳不断对抗怪人的触手 凌一卷身后将怪人击飞到空中 接着使用大杀臂 骑士从不回头看爆炸 另一边不破赶来试园 看到同样能变身的韧姐 整个人都裂开了 韧姐奔着修马吉亚持枪释放大招 这就是令和第一走位怪莽 临走前还不忘嘲讽一番 战斗结束后 霍人受到指引 来到历史遗迹敌民小镇 这里是他的童年翼翼 他的修马吉亚爸爸 就是死于12年前的那场爆炸事故 而眼前的这个孩子小鹰 就是当年爆炸工厂负责人的儿子 就在大家调侃时 身后的大巴突然爆炸 不害中修马吉亚司机走了出来 掏出密钥变成了蝙蝠怪人 在森林内大肆攻击人类 就在霍人准备变身时 琥珀和韧姐赶来救场 两人将怪人包围 同时事实在变身 话说这要是接受子弹会怎么样 两人开始对着蝙蝠怪人 进行重义的群殴 使用小手枪不断射击 怪人眼看不敌 只能利用飞行讨论 看着一丝闪动的大眼睛 不用猜 林医又要有心外挂了 办公室内不破安慰小鹰 当年工厂爆炸的事故 责任不在他的父亲 而是修马吉亚失控后 炸了工厂 这种说法和历史截然相反 为了寻找事情的真相 琥珀决定带着小鹰 前往事故现场 临走时任姐将升级密钥 递给捕获 并解解她不到危险时 千万不要使用 这时失控的修马吉亚 受到指令阻止捕获 惑人前来助阵 他也想要知道 当年事情的真相 这一刻 他不再隐藏自己的身份 他要证明 修马吉亚是有梦想的机器 当着众人的面 他掏出密钥准备变身 这把旁边的不破看插了 原来那个臭黄虫 就在自己身边 不然让不破牵扯 自己要单刷修马吉亚 他掏出鲨与密钥插入利刃 蓄力施放大招 一套技能 殲灭了所有小怪 远处蝙蝠怪人袭来 扔出能量球 不断攻向林一 虽旋有烟无伤定律 林一重新站了起来 不过不会飞的 他根本追不上怪人 随即林一插入密钥 开始变身 另一边 导游安娜带着小英和不破 来到当年爆炸的工厂 不过后面的修马吉亚 很快追了上来 不破持枪与修马吉亚战斗 而小英却选择放弃寻找军项 对他而言 可能历史才是正确的吧 不破被修马吉亚打倒在地 他告诉小英 不破拿出刃结给他的密钥 再次使用物理授权 强行将密钥掰开 金刚形态的不破 蛮力巨大 一拳一个修马吉亚 出到了突然袭击 他的数据正在被入侵 即将进入失控状态 不破想要解决他时 在导演的安排下 安娜凭借自己的意识 将当年的影像呈现 原来当初修马吉亚的失控 源自于灭亡训雷战 他改编了修马吉亚的程序 给他们植入病毒 并下达灭杀人类的指令 而小英的父亲 为了保护人类 选择将工厂封锁 与失控的修马吉亚同归于尽 这才发生了巨大爆炸 明白事情真相的琥珀 将目光对准霍人 难道他要将所有的过错 推到霍人身上吗 琥珀蓄力释放大招 将霍人发射重拳爆裂 即将打中时 重拳绕过霍人 冲向刚刚爬起的蝙蝠怪人 将他轰向空中 变成绚丽的烟花 琥珀准备带安娜走 让黎明事故的真相公之于众 这时一只手悄悄声向安娜 将她引爆 不过还好 安娜早已将数据传入总部 当年爆炸事故的真相 从前在做人眼前 《面望圈雷战》也直见被人知晓 小兵骑士们也有了共同的敌人 关于他们的战斗 顺势大响 我是阿风 我们下期再见